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皮谷 塞外飞来 有阴阳 曲终一绝 千秋梦 琴诗归去 女子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中国接受的那种教育 历史就好像是一种直线式的眼镜 没有什么循环往复 这样的一种因果轮回等等 它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历史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了 据说相传周朝时候有一个叫江子牙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他写了一首寓言叫做《乾坤万年歌》 其中有一句叫做《波复循环理无穷》 那就说明历史确实应该是循环往复的 不是一个直线式的 认为历史是一种直线型的 好像就是在不断进步 这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认识 但是说历史它有循环 它又不是原地画圈 所以我觉得中国道家的阴阳瑜的太极图 它是很直观 很形象地表达了古人对宇宙时空的认识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历史中人和世的认识 那么有些历史上所谓的巧合 所谓的巧合说起来很有意思 魏文侯的时候 吴起作为魏将打败了秦国 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 结果到了秦昭王的时候 白起作为秦国的将领又打败了魏国 夺了魏国的河东之地 所以就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然后这个就是个县史报 你看这俩人名字都差不多 一个叫吴起 一个叫白起 再说的稍微远一点的 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看过特洛伊那个电影 就是希腊人 他是最后是焚毁了小亚西亚的特洛伊城 然后把特洛伊的居民也屠杀了大部分 可是就是几百年之后 特洛伊人的子孙却征服了整个地中海 包括希腊建立起一个首屈一指的大帝国 这也算是报应不爽 这叫格式报 这样可能有些观众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罗马帝国 就是罗马人实际上是特洛伊人的后代 在古罗马斯人维吉尔的 埃利亚斯记里面就谈到 就是说特洛伊被焚毁之后 威勒斯他的女神 威勒斯女神的儿子埃利亚斯 他就向西逃到了现在的北非地方 就是迦太基亚这些地方 然后后来在古罗马 就是古罗马帝国 现在大概在罗马城附近的位置 建立了一个城市叫做阿尔巴龙家 现在这个东西 就是说当时是作为史诗流传的 现在已经找到了考古学上的证据 我记得那个电影《特洛伊》里面 它最后有个镜头 就是在希腊人最后占领特洛伊之前 当时那个帕里斯王子 把这个特洛伊之剑交给一个年轻人 让他把特洛伊之剑带走 说只要这把剑还在 民族复兴就有希望 这也算是为后来罗马的兴起 埋下了一个伏笔 不过说到这儿 也要说明一点 其实这个特洛伊之祸 就是这个帕里斯王子 他自己好色 抢了人家斯巴达王后海伦引起来的 对 那就是前几期 我们都在谈那个甲午战争了 那么就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历史的循回 这种轮回 这种循环往复 那么你认为就是说 那中日两个国 这两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呢 因为历史嘛 它既是过去时 又是正在进行时 那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时期 还在进行过程中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最后下定论 不过从结果上看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 使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发生了极大的动摇 那么有一部分知识分子 甚至走向全盘否定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 像这个戊须变法 辛亥革命 那么这个五四运动 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 也就是共产思想被引进中国 都是甲午战争之后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就是说对于清王朝的覆灭 和共产党的最后执政 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平天国十几年的动乱 并没有动摇了大清王朝的根基 而甲午战争 则彻底吹垮了清王朝 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 就是日本投降 整个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过程中 14年抗战 14年极大的削弱了中华民国的根基 最后导致共产党作大 那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说 甲午战争的第一阶段 是在朝鲜半岛进行的 那陆上的主要战役 就是平壤战役 那对于平壤战役来说 应该说清军 它还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时间的 因为清军是1894年7月21号 这一天开赴朝鲜 7月31号这天进驻平壤 到平壤之战9月15号爆发 中间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按理说清军 它应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 来做防御准备 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 清军并没有利用好 这两个月的时间 最早入朝是称之为四大军 第一个是锦州的义治军 第二个是天津小战的圣治军 第三个是奉天的奉军 第四个就是那种炼军 就是奉天的圣治营 还有吉林炼军 这些部队分属不同的派系 所以说就长期 他们之间没有一个 能服众望的统帅 就造成了入朝的清军 有将而无帅 所以就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这也充分说明了 当时清朝体制的腐朽低能 直立提督叶智超 在承欢之战之后 8月21号退回到平壤 这时候的平壤清军 算是有了个主帅 不过叶智超又不是一个 可以当大局的人 每逢大事发生 紧急问情况发生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 就是能够主视的人才 你看从1876年到1878年 收复新疆之战 靠的是左宗棠 左门相攻 1884年的中法战争 战场上的胜利 靠的是有老将冯子才 黑区军将领 刘永福等一班猛将 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有一个 很合适的人子选 就是已经告老还乡的台湾首任巡抚 刘明传 不过刘明传 由于他生性耿直 跟朝中的大臣 多有冲突有不和 而光绪帝又一直不肯下明照来启用他 所以到最后此事还是不成 这就说明当时励志的腐败 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重用 而相比之下 日本则是明君贤相 人才济济 人才济济 当时的日本君主是穆人天皇 是个立金图字的君主 而他的首相伊藤伯文 外相陆澳宗光 联合舰队总司令伊东佑亨 然后他的陆军司令 三线友朋 都是一些杰出的人才 平壤之战中 日军和清军的人数大体相当 其实平壤之战对于日军来讲的话 它赌博性很强 它风险也很强 因为日本非常惧怕国际干涉 所以他非常急于在战场上 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在汉城一带的日军 几乎是清朝出动 就是全军北上 那么在平壤之战爆发之前 从汉城到仁川 日本的整个兵力 仅留下了步兵1200人 骑兵300人 就1500人 几乎形同虚设 如果当时清朝的将领 能有后来美军的迈克阿瑟的 一半的魄力也来个仁川登陆 抄了日军的后路 直取汉城的话 那么整个历史可能就改写了 但是清军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人才 清军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所以说打败仗也就是在手难免了 实际上当时清军的猛将马玉坤 他是以前左宗棠手下的猛将 是易志营的 他在传桥里这个地方 跟日本人打的时候 他只有2200人 而日本人有3600人 但他给日本人重创 日本当时准备就是急速的北战 准备也不是很充分 所以说口粮 弹药 各方面带的也不是很充足 如果清军能在那个地方坚持下去 很可能日本人说不定就主动撤退了 其实这个平壤之战 开局第一天清军打得还不错 如果说清军有困难 他也不比日军难多少 因为日军他清朝北上 他也没做到多少充分的准备 他的后续部队一到达的时候 他物资就更紧张 可是这个清朝的主将叶智超 却信心全失 他决定弃手平了 结果在逃跑的过程中 使清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被击毙了1500人 另有差不多700人被俘 白白的平白无故的 丢失了五个营的兵力 物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然后这个叶智超是狂奔500里 逃回到鸭鲁江一带 逃回到中国境内 平壤之战的失败 标志的清军在朝鲜 整个战争的全部 就决定性的失败了 而且更严重的是 清军整个士气非常低落 清军整个位敌情绪也非常严重 就导致了后面的甲午中战争 这个陆战各方面的 就是一边倒的局面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过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甲午战争后续的发展 随后战争就向中国本土发展 按照日军大本营的构想 首先是想把清军驱逐出朝鲜 掌握至海权 然后直插渤海运送陆军登陆 在直立平原 也就是华北平原和清军决战 摧毁清军的主力 强迫清朝签订城下之盟 要实现这个构想 则先要解决 吕顺和威海两个要塞 因为吕顺和威海 是恶守渤海两端的所要之地 日军的进攻方向是分为三路 第一路就是日本的第一军 也就是朝鲜方面军 下辖第三师团 第五师团 主将是山县友谤大将 他的任务是突破鸭路江防线 攻占九连城 凤凰城 连山关 威胁凤天和山海关 这一方面是实现 大本营经略满猛的意图 另一方面也是牵制关外的清军 使他无法回原京京 第二路就是辽东方面军 下辖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 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 然后攻占荆州大连湾 避开吕顺要塞坚强射防的正面 从背后攻击吕顺 第三路就是山东方面军 在山东半岛的荣城登陆 同样从背后陆路攻击威海 随着威海的陷落 北洋水师随之全军覆没 由于吕顺威海 它朝海的一面都有非常坚固的防御攻势 所以日军的战术思路 就是说要从陆路登陆 绕到这两个要塞的背后 就从陆路进攻 这样它就攻击它的薄弱环节 而当时清军它的防守 也是比较消极的 所以就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很快这两个 它没办法面面俱到 海岸线很长 对 这两个要塞很快就被日军攻陷了 而当时北洋水师成军的时候 在营建这两个大的防御攻势的时候 李鸿章曾经夸口说 渤海已成身故不遥之事 而现在两个要塞都丢失了 渤海就门户大开了 所以说日军随时都可以在华北平原登陆 随着吕顺和威海的沦陷 那么战争到了这一步 清政府就已然承认失败了 于是向日本求和 1895年4月17日 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 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和附属岛屿 以及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 赔偿日本酷贫银两亿两百银 但是后来由于法国 德国和俄国的干涉 因为他们不希望日本的势力膨胀过快 那么是强迫日本归还地辽东半岛给中国 但日本又多勒索去了三千万两百银 两亿两百银 足够买一百艘定远这样的重建了 但是马关条约不仅仅是割地赔款了 最重要的是打掉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不过我们要分析一下 是不是到了这一步清政府就是无力再战的呢 我觉得还远远不是 因为当时虽然在战场上清军失败 但是损失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少的 而且像江浙 湖广 广东等等 这些国家的赋税重地在长江以南 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波及 而且像江南制造总局 汉阳兵工厂 四川机器局等等这些工业基础设施也并没有受到影响 北洋水势虽然说全军覆没 精华尽失 但是南洋水势和广东水势全军都还在 南洋水势虽然他说是船舟炮小 不能适合远洋作战 但是可以作为近海和内核防御的力量 因为内核它是航道比较窄 水比较浅 不适合大型水面舰艇活动 也正适合于它 而且当时中国的可战的近代化陆军还有20万人 如果战争还能再延续一年以上 再动员出百万大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这种分析也很有道理的 就对比一下1895年的大清王朝和1937年抗日战争时候的中华民国 他们的实力也是悬殊很大的 1895年的清王朝和综合国力实际上还是优于日本的 而1937年的时候日本已经相当强了 对于中国来说两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力量 而中国到1937年的时候极贫极弱了 已经很弱了 对 但蒋中正当时在抗日的情况下 他还得对付共产党 还得对付地方军阀 对吧 他有很多干扰 所以逐渐的就是说清朝政府它的决策者 如果有蒋中正的那么一小半的这样毅力和忍耐力 就能够改变当时的局面 日本它虽然战胜 其实它也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 因为日本毕竟是小国 它是战争之前几年是穷兵独武的去扩充武力 它综合国力就是民间并没有富裕起来 它战场上虽然胜利了 但是它很难去弥补它的战场上的消耗 这是其一 第二 日本也非常害怕随着战争的延长引起国际干涉 清政府的顾虑 我分析它是不希望丢掉两个地方 第一 它是不想丢掉奉天 因为奉天是清朝在关外的所谓龙兴之地 就是它在关外的首都 第二 是不想丢掉北京 但这两个地方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是没有丢掉 可是仅仅过了五年 1900年的八国联军清华之战中就全都丢了 北京是被八国联军占了 对吧 东北是被沙俄占领了 一时的妥协不能换来真正的安全 清朝的决策者不能够忍耐一时的艰难 最后只能是一错再错 当时在分析一下日本 日本内部情况它的意见也很不一致的 有一种想法是想打垮清政府了 另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如果清政府垮了 那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这么大个大国 跟他谈判的这样一个政府 对吧 另一方面日本当时的武力各方面来说 没有能力占领这么大一个国土 同时也怕西方列强的干涉了 对吧 所以当时他的首相伊藤博文 跟他的陆军大将三线有朋 之间关于这个问题有很激烈的冲突 所以说日本方面内部来说还是希望求和的 我们上一个话题是谈到的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 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宁可放弃首都莫斯科 也绝不向拿破仑求和 可惜我们这位光绪帝是远远没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这样的胆破和心胸 其实当时清政府也不是说没有明白的人 当时的一个钦差大臣叫刘坤一就曾经说到 说持久二字实为现在治窝的要招 如果光绪帝能够放弃北京迁都西安 他们远远不需要像后来蒋中正那样坚持14年的抗战 全面抗战是8年 算上东北沦陷是14年抗战 他远远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局势就能根本性的改观 以当时日本的国力和军力 他同时在三个地方开战 朝鲜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他已经捉襟见肘了 他全国22万长备军 有17 8万人在境外作战 他更没有力量深入中国国土 控制广大的地域了 所以兵法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知己而不知彼一胜一负 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每战必败 清朝的光绪帝当时就是出于这个情况了 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我们上期也分析过这个情况 所以他必然失败了 孙子兵法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 可是真正能照他去做的 老实说不是有很多人 孙子兵法里面有说 取胜有五个要素 首先是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 持重寡致用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 以余代不余者胜 将能而君不欲者胜 这五个要素里面 清朝可以说是一个都不战 首先是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 对吧 清朝是在没有充分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 就投入战争 这是典型的 不知可战与不可战 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前 清政府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果断的全军撤出朝鲜 退守鸭鲁江防线一带 这样一来 日本他就失去了在朝鲜继续驻军的借口了 他在外交上就极其被动 就很难跟西方列强交代 而对于清朝来讲 他也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分动员准备战争 上下同欲者胜 我们来谈这个一点 就是说日本还是君臣一心 上下同欲 但清朝政府光绪帝和慈禧之间有矛盾 北洋和南洋之间有矛盾 还有京官和地方官之间也有矛盾 就谈不上什么上下同欲了 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另外一点就是说 将能而君不欲者胜 将能像烈士臣 马玉坤 还有左宝贵 这样都是有能力的 比较能干的将领 都还挺能打的这些人 但他没有得到重用 而光绪皇帝还时不时的 要指挥一下前线战争 必败无疑了 最令人痛心的 就是马关条约的签订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清政府不知可战与不可战 不能忍意识意气在先 战争不利的时候 又丧失信心 屈膝求和 不能忍辱负重在后 这两个不能忍呢 终于酿成大祸 所以说光绪帝的心性 实在是不怎么样 这个马关条约一签 举国悲愤 可以说它是真正毁了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在此之后 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极端 在否定了专制地质的同时 也彻底否定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为布尔什维克思想 也就是共产思想 进入中国打开的大门 为祸中华百年之久 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百年之祸 始于甲午之战 纵然脆九州之铁 也不能读此大错 甲午战争的失败 虽然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但是这些历史人物 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难以推卸这种 就是他自己的这种责任 在当时的时候 如果能用一个忍辱负重 坚忍不拔的这个人 去把持权局 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看一看就说 14年抗战 从1931年的 那个918事变 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蒋中正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领导中国中华民族的抗战 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那好 那我们今天聊甲午战争 就到此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贺瑜 谢谢文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